在动画电影发展史上 提起完转时空的影像天才 一定非大师金敏莫属 虽然天度英才只留下四部长篇动画电影 却足以让他比肩宫崎骏 而不同于金敏的作品中 极具惊悚感和科幻感的红辣椒 喂麻的不屋 千年女幽 可谓是金敏为世人留下的最美一封情书 一段邂逅追逐千年 我爱你 穷尽一生也要找到你 金敏用造梦机器花金现实性的恶 却有一段跨越千年的爱恋 留下了对抗现实的纯真 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欣赏 这部独具精明温柔的电影 千年女幽 曾经极富盛名的盈盈电影公司 因为经济原因 被迫拆除了一座陈旧的摄影棚 作为纪念 导演丽花原野 计划采访一位 支撑盈盈发展数十年的著名影星 藤原千代子 为了拜访早已吸引的千代子 原野和摄影师龚二 跋山涉水找到了他隐居的地方 看着即使满头白发 依旧优雅美丽的千代子 作为忠实粉丝的原野 也不禁紧张了起来 他认真的拿出了一份约定好的礼物 交给了千代子 那是一把古旧的钥匙 承载了千代子 人生中最珍贵的记忆 也正是原野找到了这把钥匙 从来不接受任何采访的千代子 才答应了他的拍摄请求 看着这把势而复得的钥匙 千代子露出了怀念的微笑 失落的情感再次被找回 那些尘封许久的人生故事 也伴随着千代子温柔的声音 一幕幕叙述在了摄影机面前 故事从千代子小时候说起 他在关中大地震中出生 而父亲就在此次地震中去世 靠着附近遗留的店铺 千代子和母亲 过上了还算温饱的生活 他的少女时代 不像其他人一样 落入政治的激情里 只是爱幻想少女杂志上浪漫的爱情 也正是这个时候 千代子被影影公司的董事看中 想让他出演最新的电影 但是母亲一心想让他嫁人 继承家业 拒绝了电影公司的请求 对于母亲强硬安排的不满 千代子独自离开了会议室 在雪地上漫无目的游荡着 突然 千代子身边冲出一个抱着话的男人 把他撞倒在地 男人一脸歉意地向他伸出手 千代子睁睁地看着他 似乎有什么特别的情愫 在心中萌芽了 把千代子拉起来后 男人听到身后的追捕声 便急匆匆地离开了 不久 一个刀疤脸带着警察追了过来 问千代子有没有看到一个男人经过 看着地上男人留下的血迹 千代子悄悄用鞋盖住 指了一个错误的方向 等刀疤脸离开后 便顺着刚才男人逃跑的方向 追了上去 千代子找到男人的时候 男人正坐在树下休息 他举下脖子上的红卫巾 包扎了男人孩子留鞋的腿 并把他带回了自己家的仓库养伤 男人似乎是一个画家 带着衣服还没有做成的画 他告诉千代子 自己马上就要回满洲 因为伙伴们还在那里作战 等和平来临 他一定会带千代子 回自己的家乡看看 说话间 千代子被他脖子上的钥匙吸引 画家说 这是打开珍贵东西的钥匙 让千代子猜猜看 千代子心知 是打开他随身箱子的钥匙 却故意说不知道 笑着和男人拉了钩 说当做明天的作业 等两人见面时再回答他 第二天 当千代子放学回家时 仓库却空无一人 只剩下仓库外染血的绷带 和藏在雪中的钥匙 此时千代子才知道 因为警察的搜捕 画家早已离开 店里的掌柜偷偷偷告诉他 画家安全逃脱了 让千代子快去车站 千代子在雪中奋力奔跑着 想见画家最后一面 但却还是晚了一步 看着向远方行驶的列车 千代子流着泪 许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承诺 一定会去见你 年少的一次邂逅 成就了少女心中永远的激动 因为盈盈公司 之前找千代子拍摄的电影 地点正好是在满洲 千代子便重新答应了 公司的请求 借机去满洲寻找画家 但在拍摄中途 同组的女演员永子 想把她赶出去组 利用了千代子 急于寻找画家的心情 永子扮成算命先生欺骗了她 让她走上了错误的寻找之路 不出意外的 千代子抛下了电影拍摄 走上了寻找画家的路途 却在途中遭遇了马贼 虽然在混乱中幸存了下来 但千代子还是没有找到画家 从此 极具表演天赋的千代子 便开始了自己的电影之路 她把对画家的思念和追寻之情 带入到了每一个角色之中 在与原演的采访中 他们一起回忆着 当初那些拍摄的电影画面 在那些不同时代的故事中 千代子有时是为爱人赴死的公主 有时是去援救爱人的将军 有时是为爱殊死一搏的刺客 有时是因包庇爱人而受难的异计 无论身份和年代 千代子饰演的角色 都紧紧围绕着少女时期的邂逅 都倾注了她对画家深深的爱 时间一转眼来到二战时期 日本的天空上遍布着飞机 大地早已是废墟一片 千代子的家和仓库 被在轰炸中备为平地 在断井颓园中 千代子忽然看见了一块墙壁 上面画着她的画像 旁边写着总有一天 千代子知道 这是画家留给她的 她在告诉自己 总有一天 他们会实现当初的约定 原来这段感情 并不是一个人的追逐 而是两个人的奔赴 叙述这段故事时 千代子因为身体不适 忽然晕了过去 吃完女仆提来的药后 她拒绝了原野 改天再录的提议 坚持要把采访做完 因为她知道自己身体的情况 也许过了今天 就再也没有机会 把这些故事说出口了 采访继续 二战结束后 千代子依旧在进行着 忙碌的电影拍摄 即使没有一点画家的线索 她也仍然苦苦地追寻 与等待着 千代子不停地出演电影 只是希望有一天 画家能通过电影认出她 她依旧追逐着年少的梦 年近四十也不曾结婚 甚至拒绝了 盈盈导演的求爱 面对母亲的责问 她只能掩面流泪 相信画家一定还在人世 某一天拍摄中 千代子突然发现 画家给的钥匙不见了 她寻找了许久也不曾找到 钥匙丢室后 千代子渐渐记不清画家的样子 她认为自己 早已过了爱做梦的年纪 最终 她选择了向生活妥协 嫁给了一直追求她的导演 像母亲所期待的那样 回归了家庭 而此刻正在接受采访的千代子 想起这段回忆 也忍不住哭着说道 明明那么喜欢 却连相貌都想不起来了 回忆仍在继续 嫁给导演后 千代子本以为生活 会就此平淡地过下去 可当她在导演的书房里 发现当初丢失了钥匙时 一切的宁静都被打破了 原来钥匙不是丢了 是导演为了得到千代子 联合同组的女演员 一起藏起来了 恰巧此时 当年逮捕画家的刀疤脸 找到了千代子 转交了一封 画家留给她的信 画家在信里告诉千代子 虽然很想去见她 但战争日趋激烈 等和平年代到临 她会回自己的家乡北海道 完成那幅画 并且会在那里 一直等待千代子 沉寂在心中的感情再次复苏 千代子看完信后 头也不回地奔向了车站 一路前往北海道 即使中途遭遇种种阻挠 也从未停下脚步 可跋山涉水后 北海道只有苍茫的大雪 和她晕倒在雪地里的身影 从北海道回来后 千代子回归了影视拍摄 即使拍摄内容 变成了充满科幻感的未来故事 千代子依旧在演出中 倾注着她对爱情的执着 直到某一天拍摄 突如地震事故 钥匙也在这场事故中再次丢失 千代子才选择了永久吸引 在采访中 袁也问她吸引的原因 千代子拿出了当年画家 留在墙壁上的画 她说是因为在那场事故中 她突然明白了 自己早已不是画家记忆中的样子 她不希望画家看到年老的自己 说完这句话 地震突然袭来 千代子也在地震中晕了过去 采访就此中断 把千代子送往医院后 医生告知袁也 今夜是千代子最后的时间了 袁也本想安慰千代子 但千代子却笑着 让她不要悲伤 她说自己拿到了这把钥匙 终于可以再次去追寻那个人了 其实袁也当初也在营营工作 她不仅在那次地震事故中救过千代子 还找到了她在地震中丢失的钥匙 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还给千代子 她甚至还从刀疤脸那里得知 画家早在逮捕中 因为受刑而去世 她一直没有向千代子说出真相 只是想保护着她最珍视的人 看着病床上奄奄一息的千代子 云野哭直对她说 这一次一定能见到那个人 可千代子却笑着留下了 生命中的最后一句话 不管怎样都没关系 因为我喜欢追寻着那个人的自己 千代子在追爱中 完成了自己的一生 却也在追爱中 找回了完整的自己 人间一生 电影千年 即使生命有时间的限制 爱也永不止息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不要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击旁边的小喇叭 第一时间看到我们的中心 我是巴斯光年 我们下期再见